哈喽,大家午安 昨天我陪一位12岁的小妹妹下了一盘棋 现在想来检讨一下 看看我们这盘棋的内容下得好不好 我是黑棋 这个时候白棋最强的下法 应该是打入 黑棋这部板以前常常用 但是其实并不太好 因为白棋拿到了先手 然后黑棋这边的形状还留有缺陷 所以这是白棋可以满意的结果 下到这边的时候黑的正确的方法是跳 下成这样的话 形式还蛮接近的 实战是最普通的拆二 这是黑棋比较喜欢的结果 这个时候白的应该怎么下呢 正确答案是板在这里 黑的如果挡住就下错了 这个时候黑的没有很强的结材 大概只能下这边 大概只能下这边 这样子战斗交换的结果 白棋比较好 板的时候黑应该要冷静的粘住 就这样子战斗交换的结果 下成这样的话算是差不多 实战白棋挖黏黑棋很满意 这个时候白的应该吃还是应该断呢 这个时候白的应该吃还是应该断呢 这样子好坏还要看后面战斗的结果 实战吃在这里虽然简明 但是黑棋可以满意 现在白棋拿到了四个角 黑棋的话要靠中央的发展 黑棋的话要靠中央的发展来跟白棋对抗 那么白的应该怎样清销黑棋中央的地盘呢 这个时候与其打入右边的边地倒不如直接来破中央会比较好 例如说在这个附近 黑的为右边的地的话看起来并没有很大 实战白棋打入在这里 现在黑棋最棒的方法就是 直接不要理它 黑棋扩张上面的地盘 扩张上面的地盘 或者是先交换一手 同样扩张上面的地盘 然后白棋淘的时候 黑棋上面的阵地看起来蛮大的 实战我是下在这里 这个时候白棋最好要立刻 从黑的还没有连好的地方呢突破出来 实战小飞在这边的时候 黑的可以直接这样连好 黑的很强 结果我下这个 白棋现在也是一样 应该下在这里 目前黑棋虽然是形式不错 可是接下去要下对也蛮难的 结论先说黑的应该要下这个 然后继续压破白棋 等待好机会来围上面的那边 但是黑的不一定会下对 例如说如果这样下 这样白的轻松跑出来 黑棋就蛮失败的 或者是黑的如果切断 有增子的问题 黑的必须要防止 等等白的这个切断黑的形状也是很丑 下沉这一图的话 黑棋也感觉比较没那么有把握 所以白棋应该这样子下 战断也是还蛮有机会的 实战白棋夹这一步 被黑棋弯到这里 白棋的形状就比较痛苦了 这个时候黑的直接拖肩 白棋也是感觉到很棒 结果我继续想要欺负白棋 白的逃出来是当然的 这个时候白的应该怎么下呢 这个地方要下对应该特别的难 挡住是形状的要点 看起来很危险 但是白棋竟然不会死 这个时候 白的如果算得清的话 可以这样手拔 下成这样 黑棋没办法杀到白棋 只是这个死活棋呢 可能太难了 所以下到这边的时候 白的算不清的话 可以挡在这里 这样也会比实战好 因为这部挡 很难下得出来 所以白的是下这里 只能够从黑棋的断点来想办法 但是气很紧 现在黑的应该怎么下呢 这个时候最抢手应该要切断 在这里 但是当时呢 我看不清这个笔器 如果能够看到黑的这部抢手的话 黑席就很好 这样子杀器是黑影 结果因为我算不清楚那个变化 就退让在这里 这样子呢形式就突然比较接近了 现在这个局面呢 最厉害的要点是 把白旗这颗旗子打住 暂时别管这边 结果下这里 这个形状 黑旗应该怎么下呢 应该要先交换一手 然后再把白旗封住 这样黑旗局势还是很不错的 结果我想要从段这边来欺负白旗 这是白旗的好机会 如果下队的话呢 白的反而会占到优势 应该要切断呢 还是要吃住这个旗子 答案是应该要切断这里 下成这样的话 白旗已经全面连好 而且活了 只是损失两个旗子而已 损失的并不大 然后可以尝到这一步的要点 这样子的话呢 白旗就占到上风了 结果白旗下这里 打这个节的话呢 还是黑旗稍微好一点 现在白旗 尝这一步还是最厉害的 结果白旗逃中央 黑旗还是得打住 我吃这个 终于被白旗下到了这个要点 白旗这一步板有点危险 应该是只能长 黑旗如果这样板的话 就非常的厉害 这样白旗就没办法连好 结果我直接长这一步是大坏旗 白旗这样连接的时候 黑旗就非常的不妙了 因为白旗的形状太坚固了 这个时候白旗已经都不必担心这条龙 因为这边形状太坚固了 白旗只要专心把上面这块旗处理好 顺便破黑旗的地 这样白旗的优势就很大 白旗这样下的话就非常的棒 结果白的继续在中央这边走的话 就反而给了黑旗机会 黄旗机会 一团乱站 下成这个的时候 摆得最好呢 还是跟刚刚一样 就来处理这一边 结果白的很可惜呢 错过了这边的要点 在这里下了太多旗 反而损了脚上的关子跟眼位 然后中间这边呢 也还欠着 所以这个时候白旗就开始局面不好了 这盘旗呢 感觉白旗很有希望获胜 最后输得有点可惜 希望下一次小妹妹可以下得更好 我们今天就看到这边咯 拜拜